随着全国大选题 明日结束为期两个星期激烈的竞争期 也先开了序幕 除了多马九个国会议席 是一对一对决 些于213个议席都出现了多角镇 另外美国也即将在这个星期二 也就是11月8号迎来中期选举 对前总统特朗普和共和党来说 是否借这次选举重新主导国会 也备数关注 那么今天线上的们 就有丰隆投资银行零售研究主管吴俊生 带给我们剖析接下来两个星期的市场动向 俊生早上好 大家早 是那么俊生对于来临两个星期的市场走势 你是怎么看的 OK 若是我们根据过去八次大选 在本地大选这个走向 马股通常在投票前后都起伏不定 但是龙主通常都会在选举过后 才有比较正面的这个增长 然而在这一次的G15之前 是成交量与低迷的情绪 再加上缺乏性的催化剂 和挥之不散的这个一风 我们相信股有已经把焦点 转移在选举过后的结果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国阵 国门或者是西门正面的这个正面交锋 也看到许多演化缭乱的这个多角战 那么谁做这个三个主要的这个联盟 国阵PHPN的加入 我们认为这些政党任何一个都很难凭着 这个自己的力量去获得简单的这个多数议席 那么也不要忘记 我们还有这个Only 18这个首投组 他们是占我们总选民的这个超过16%的这个 所以一切乃是选举过后的这个战绩 来做决定 是 那既然是这样券商 那就你来看 那投资者在这段期间呢 又可以如何布局呢 还是老调从头 不要只要看到这个树林 而忽略了背后的树林 树木而忽略了背后的这个树林 那么其一这个不稳定的这个因素 只是大概三周 包括要组成新的内阁政府团队 但是外围那种一风 是否它是可以持续输约 或者是更久的 这包括居高不下的这个通盟率 全球衰退的这个风险 中国这个经济方法这个隐忧 还有美国联储局那种鹰派的政策 那么长期一点的就是 新冷战和去全球化 因为地缘政治均散这个局势 你可以看到美国是相撞五件自在配工 美国肯定会保持它的美元 和美国这个霸权 所以无论在这个美国中期的选举 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 他们肯定热后会支持这个 对克制中国影响力的 这个不断增长的这个政策 那么但是我们不需要为这些 过渡时机而乱的增长 我们觉得还是注重以公司的基本面 去投资 那么在这个若是有比较 在这段期间有调整 我们可以逐渐的部署 买入比较强劲的基本面公司 比如我们HRB所推荐的有 Tenaga, BIMB, RHP Bank, Suncoin, IJM, Sunway, Focuspoint, Sporttoto, Franken, UWC, Cowsford 是,我们非常谢谢军生为我们做的行辟分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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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